随着夏季的到来 各种户外活动开始增多 五月天适合什么样的活动呢 在湾区干旱而又气温不高的季节 登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 但是大家在登山之余 踏上崎岖的山路 有没有想过脚下的路从哪里来呢 俗话说前人开路后人行 虽然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的康庄大道 但也许同样是别人辛苦的付出 才能开辟出这样的一段段道路来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段义工们的故事 一个由东湾公园管理局组织的维护步道义工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每年都吸引很多人来参加 地点是在Hayward的Garen公园 我自己也喜欢就是说去Hiking 去照外面的照片这样 所以觉得也应该帮忙清洁这些 维修这些Hiking Trail 那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好因为一大堆人一起 也认识新朋友这样 也呼吸深深空气 看了一个新的地方这样 这个公园原来是个大牧场 正门进去后是一座大山 最高峰有1500英尺 在山顶上 整个旧间山海湾的美景尽收眼底 所以常吸引很多喜爱爬山的人士来这里运动 山看上去并不险峻 但是爬起来也很累 经过了春季的万物生长 这里的草丛都很高了 对啊 然后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路怎么这样子 茶草丛生 你不想想说 如果没有人去开的话 那当然茶草丛生 一刚开始的 这个真的是看不到路 不过经过了这个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工作 这个路已经开出来了 我们觉得看着蛮兴奋的 是不是有点成就感 是的 是的 确实是看到这个路 还是要有前人来开垦 来了后人才可以来呈娘这样子 为了方便登山人士 这里组织志工们来进行步道维修的工作 也让大家在义务劳动的同时 从中受益 很好啊 我觉得 因为我跟他一样 以前就是喜欢走这个trail 所以觉得说 原来这个trail能有这么好的condition 在这里是很不容易 是有很多人的功劳的 就像那些park ranger啊 还有这么多的volunteer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 这个park哪有这么好 我们在这边真是很lucky 就是有那么多的公园 可以大家走入西洋期 都是都是很宽阔的 很幸运的就是在这边 当天的劳动是把原本被野草掩盖的小路拓宽 再挖掘一些输引水流的小径 在雨水来临的季节不至于积水 做义工除了付出劳动 得到也很多哦 精神的愉悦是最大的回报 都是你开出来的吗 开肯出来的吗 对呀 我很开心了 原来我还能做 社里原本带着儿子来爬山 之前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山路 更加感谢志工们的付出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可以帮助很多人 就是之前的那个山上是很难走 那很多植物的那种花 都很刺 所以说呢 就是说很辛苦 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这边在帮忙 把清除路上的那些杂草 非常好 谢了 谢了 社里和儿子也立刻加入到这个志工团 这样的活动除了让居民了解自然 也能增进社区融合 有抑郁身心健康 东湾公园管理局属下有65个地区公园 占地11万亩 Garen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让民众更贴近大自然 多利用户外公园 管理局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公园 举办各类活动 更多的详情呢 可在ebparks.org查询